Hello, 昨天我见过一个咨询者, 这个咨询者因为几年前曾经发生过一件事, 令自己的情绪久久都未能释怀。 他理性上知道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很久, 不应该再去想, 但感性上他又控制不了自己, 每一晚想起之前都不断想起这件事。 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曾经经历过一件这样的时刻, 常常明知一件事应该要放下, 但总是放下不了。 今集我就会跟大家讲一下几个方法, 我自己用过觉得很有效, 可以帮你放下这种执着。 今集的影片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 因为看到最后我会有一份礼物送给大家。 第一点就是大家可以想起, 到底你失去和拥有这件事, 对你的日常生活有没有很大的分别呢? 我们的小我总是很害怕失去的, 这是我们大脑的特性, 我们被训练出来, 凡事失去我们就会觉得很害怕, 无论是这件事好还是不好, 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以爱情为例子, 看这条影片的你,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有些人, 你理性上明知道他不是一个长远 可以发展感情的对象, 但是感性上, 你总是觉得对方很特别, 我只是有和他一起, 我才有一种很开心, 很浪漫的感觉。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建议你首先去想一下, 到底这个人, 如果假设你没有和他分手, 你一直和他在一起, 你和他结婚, 生小朋友, 其实去到最后, 你还会不会觉得这个人是很特别呢?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误以为对方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但殊不知, 如果你和他相处得久, 你和他结婚很久, 你都只不过觉得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那那个光环就会慢慢失去。 当你想到这里的时候, 你自然会没有那么执着, 一定要和他在一起, 反而有时, 有少少距离, 你会感觉这件事是更加值得回忆, 更加值得去细微的。 我又说一下金钱做例子, 之前我这个视频, 很多时候都是和大家说, 如何用吸引力法则去吸引财富, 但最近我发现自己出了一些小的状况, 我也想和大家分享。 坦白说, 现在吸引财富, 对于我来说, 已经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但我发现, 如果我那个月的业绩差一点, 可能只是差几万元, 但已经比一般人收入高很多, 但我都会觉得不开心。 我发现, 无论我赚多少钱都好, 我要么想专注于一个更大的目标, 要么就会因为比上个月差了一点, 我就会觉得不开心。 到这个时候, 我开始发觉有问题, 因为我们应该是财富的主人, 我们不应该被财富决定我们开心还是不开心, 我们应该是要赚三万元还是赚三十万, 我们都要一样那么开心。 这个时候, 我做了些什么呢? 跟刚才的例子很远的, 我就是去想, 到底我有钱的时候, 和我没有钱的时候, 我的生活是否真的有很大的变化呢? 当然, 我有钱的时候, 其实我去买一样, 突然间要我给几百元, 甚至突然叫我给十几万, 我都可以给得到的。 但是, 有几可会经常有这样的机会, 无端端要给几万元, 要给十几万而已。 就算我给, 都是给一些学习上的开支, 很多时候都是进收才花这一笔钱, 但是你不会经常都要去进收的嘛, 你最多未一年, 可能有两三次这样的机会。 而其他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内, 我绝大部分的时间, 可能有二百多三百日, 绝大部分的时间, 其实我都是过一些普通人的生活而已。 我和大家都没什么分别, 我吃一顿饭, 可能是几十元, 最贵的可能都是百多二百元。 其实我有钱和我没有钱, 我日常生活是不会有很大很大的变化的。 所以我想到这里, 就开始渐渐放低了我对金钱的执着。 我和自己说, 无论我赚多少钱, 我都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以及我赚多少钱都好, 我最应该专注于的, 就是要令自己开心和快乐, 而不是再去执着一些数字的东西, 以及执着我到底拥有还是失去。 之后, 如果你放不下的是一个人, 我会建议你可以手写一封信给这个人。 你将对这个人的思念, 又或者责怪, 总之种种你想和他说的东西, 你都写低。 在我过程中, 你不需要限制自己写些什么, 尽量去写些少。 你寻出来后, 你也可以用对方的角度写一封信, 回复自己。 你会发现, 挺有趣的, 有有很多你没想过对方可能会说的东西, 会在一封信内呈现出来。 而另外一个简单方法呢, 大家可以预备两张不同的凳楼, 一张就是代表自己。 你可以坐在这张椅上, 你就用你自己的角度去说你想跟对方说的东西。 而另一张椅, 大家记得另一张椅一定要放来较远一点, 那个位置要跟你现在坐的那张是有明显的分别的。 你就坐在那张椅上, 你就用对方的角度去说他对这件事的看法是如何。 其实无论是写信又或者是用这张椅, 那个道理也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选择一个你喜欢的方法。 你会发觉原来当你由对方的角度去想东西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些不同的角度, 你慢慢会比较能够放下和释怀这件事。 而写完这封信之后, 我们又可以怎样做呢? 大家都有听过, 我们失恋就常说失恋就要去剪头发, 所以其实不逢是一些关于摧毁性的东西, 可能是剪头发, 又或者是你撕烂那封信, 又或者是你拿去烧也好。 其实这些行为是令到我们的大路产生一个移色感, 会令到我们感觉这件事已经放下了, 已经过去了。 你会发现当你做完这些步骤之后, 你整个人会感觉舒服了。 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们千万不要经常想着, 我们一定要去消灭这些情绪。 虽然我现在这一条影片是教你如何放下, 以及教你销毁的信件, 但这是一些行为上的事。 但我们心底里, 我们要知道, 其实我们接受了自己拥有这个情绪, 我接受和这个情绪共存。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 当你接受一件事的时候, 那件事会漸漸消失。 所以大家可以尝试用一个接纳的态度, 去面对一些你不想发生的事, 又或者是一些你不喜欢的情绪, 我们尝试接纳。 然后就用刚才我说的方法, 去处理这个情绪。 去到最后, 刚才有说过, 我会送一份礼物给大家。 这份礼物, 就是一年三集免费的online course, 是完全免费。 因为为什么呢? 我发现有很多看我视频的人, 可能知道我说了很多吸引力法则的东西, 说了很多潜意识的东西, 又或者是个人成长。 但实际上, 课程是做些什么呢? 他们可能就不太清晰。 所以我就尽我的能力, 我去拍了三集免费的影片, 就告诉大家, 其实我到底是在做些什么呢? 还有, 为什么我经常说潜意识这件事那么重要呢? 有什么常见的金钱和感情障碍呢? 是我们很多人都有, 但我们自己不是很遗疑。 我统统都放在这三集的影片里面。 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看我这一条影片, 记得就经过下面的连结, 去登记你的email。 我会分几天把这个email送给你。 还有大家记得, 因为有时, Gmail的设定会把这个邮件变成垃圾邮件。 所以你看完这一条影片, 登记完了, 你记得要看看你一个宣传或者垃圾邮件, 有没有我的email。 如果有, 你就要把它拉回正常的收件夹, 加回我做联络人。 之后, 你就不会错过这三集免费的课程影片。 还有, 我都会不定时发放一些免费的吸引力法则, 个人成长, 令到你整个人更丰盛的电子邮件, 我都会不定时给你。 所以记得, 登记完之后, 记得你收到我的邮件, 以及收到要拉回收件夹。 如果你有什么题目想我分享, 你可以随时发email给我, 又或者可以在这一条影片下面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